11号 男嘉宾你好 看你的VCR让我感受到了铁汉柔情 就是我觉得你不仅在闲暇的时间 会给小姐姐们这么细心的化妆 而且你之前作为一名消防员 也担负着国家的责任 我想听一下你有没有之前 在出行任务的时候 发生一些难忘的事情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楼楼顶着火 是一个空调箱 上去以后是没有保护的 因为楼顶只有坡了 是个邪度 我们坚持也是把这个空调火灭了 我觉得去执行这些任务 是我的职责 我的责任 我愿意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 消防员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 有危险的程度很高的 就是社会也特别需要 你看哪儿只要出了什么事 都是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